淹到那個輪胎一半美耶 雨下太急了 那你水溝你宣洩不來嘛 當然就會這樣 水溝這樣撲出來撲出來 回想前一天的這場午後 雷震雨下的又快又急 北市新一區無星街 汪洋一片 彷彿跟颱風過近 沒兩樣 我們樓梯一樓都進水了 這裡住超過三十幾年了 超過三次了 當然不方便啊 無星街居民真的好無奈 光是十號 北市府就接獲 九十四起災情通報案件 其中激淹水高達六十四起 主要就位於信義區南港區 雖然石雨量破百 但議員也質疑 柯文哲任內赤子百億元 提出的海綿城市證件 根本形同虛設 這個海綿城市的計畫 花了一百五十億 五億全然失效 完全沒有真的有辦法 因應現在極端氣候 所產生的這個降雨量 海綿城市政策 希望透過透水磚 在好大雨發生時立即排水 但近期午後雷震雨發生 頻繁卻不見功效 先是讓蔣萬安選舉時 曾允諾信義區居民 會做防水閘門 但上任至今一年半 也被批毫無作為 我們也沒有看到蔣萬安市長 有任何的對於這個 即時的降雨量造成的 淹水的問題 有一個非常積極有效的作為 決定投入數十億 在接下來這幾年 我們預計要將整體容壽力 達到八十八點八毫米 蔣市長參選時打包票 要改善北市肌炎水問題 使用這場大雨讓海綿城市破功 也讓北市府的施政打上 大文好 靖新聞總報道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